天文台在上午11時半 發出今年第一個黑色暴雨警告信號 多區出現水浸 教育局宣布下午校停課 學校應該採取應變措施 確保學生的安全 而已經上學的學生就繼續上課 路易報導 早上上學時間 家長陪同子女回到學校 狂陀大雨 他們都顯得比較狼狽 天文台在早上6時40分 先發出黃色暴雨警告信號 到9時15分 改發紅色暴雨警告 去到早上11時半 再改發黑色暴雨警告信號 教育局宣布所有下午校停課 學校應該採取應變措施 確保學生安全 正在這裡上學的上午校 和全日制學校繼續上課 直到放學的時間 在安全情況之下才讓學生回家 市區多區錄得水浸 在近美孚的一段呈牆道 路面出現水浸 車輛都減速行駛 葵沖道上荃灣路 一段橋面也水浸 有的士死火停在路中心 天文台說 一度和低壓槽相關的雷雨 影響廣東沿岸 預料下午雨勢才會減弱 天文台說 部分低壓地帶和排水欠佳的地區 會出現水浸 大雨亦都可能引發山洪暴發 呼籲市民遠離河道 NOTV記者露兒報道 黑色暴雨警告現正生效 我們的記者朱子晴 現在是深水埗的 朱子晴 外面的雨勢有多大呢 而學校的情況又如何呢 是的 我現在就是在今早雨量比較多的深水埗 其實見到那個雨勢 從今早到現在都沒有減的過減 越來越大 部分的地區都有一些水浸的情況 幸好剛才沿大高度下來 都見到有一些地方出現了水浸 要警方維持著交通的別墜 我現在其實是在兩間幼稚園的門內 現在正值幼稚園上五班小朋友的放學時間 見到不少的家長 其實都來到召接子女放學 教育局就建議學校要在安全的情況之下 才讓小朋友回家 我們也問過一些家長 他們都說 問過學校 學校就說可以讓他們召接小朋友放學 他們都覺得召接了回家就最安全 他們召接小朋友的時候 都幫他們穿一些魚褲 都幫他們擔傘 去到防止他們被淋濕 也有些家長就說 覺得天文台可以早一點發出一些紅色暴雨警告 就可以令小朋友不用上學 避免了又要臨失或要接走的情況 我們會在這裡繼續跟進最新的情況 才把時間交回新聞報 不要說 感谢观看